Company就是像这样 然后那个Message就是这样 那实际上我会觉得要是我的话 我会觉得说这个地方 跟这个地方很像 所以比较聪明的做法是怎么样 做好一个之后另存新档 然后再用 再来改就好了就比较快 用改的 重做也可以啦 不过重做比较花一点时间 那这题该怎么做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首先的话先Company Company的部分的话 它上面背景颜色一样是白色 六个F就是白色 然后在网页中插入 插入一个表格 这个表格的话是 三列两栏 然后至中 所以就水平至中 这个地方对齐方式选择至中 然后这里方的话按一个确定 确定之后就是要输入文字 文字的话第一栏第一列 就是公司名称 所以这里的话就是打字 公司名称 然后再来的话公司名称 然后第二栏 输入 第二栏第一列输入这个 公司名称就是叫做 大家来购物网 网公司 公司名称 然后再来的话就是公司电子信箱 这样就可以 然后电子信箱等一下再打上去 服务项目 服务项目 服务项目的话 主要有就是网路购物服务 上面的话输入那个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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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小老鼠 test s s-lo-bo-r-g-o-v-t-w 这样的话上面就完成了 就是这样一个表格 表格完成之后的话 再来的话 下面要做出一个像 其实就是33页中间的 那个表单 那表单的部分的话 特别注意 客户姓名 反正做出来就像 我们刚刚看到像这样子 下面这里 那这个部分呢 这个部分该怎么做呢 首先特别注意 如果下面的部分 一定要先插入一个表单 然后把那个表格 放在表单虚线里面 所以我们就是插入表单之后 快速先按一个Enter 把那个虚线的框框放大 然后把游表移动到上面这里 接下来再插入表格 就是把这个表格 放在那个表单里面 那才不会产生一些错误 接下来的话 插入一个表格 这个表格的部分的话呢 它要求我们也是三列 两栏 那三列两栏部分的话 也是要置中 所以这地方的话要置中 置中之后的话呢 按一个确定 就是把这个 那接下来把字输入上去 我稍微偷懒一下 这里的话呢 第一列的话呢 输入叫做客户姓名 第二列就是电子信箱 第三列就是意见 留言 对齐这条线 最好是对齐上面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就分别要在里面呢 它要不要置中呢 水平置中对齐 置中对齐 所以这里的话都要置中对齐 这边也要置中对齐 这边也要置中对齐 这边置中对齐 然后呢 它的这个里面要输入文字方块 所以这里的话插入表单文字方块 文字方块呢 宽度多少 宽度的话是20 所以原来就20 就不要动了 20 然后再插入一个表单文字方块 点两下 这边文字宽度的话呢 字元宽度就30 根据这个里面所讲的 然后靠左对齐 然后按确定 再来的话呢 再插入第三个是表单里面的什么呢 文字区域 下面这个是文字区域 文字区域点两下之后 它的宽度是多少呢 宽度是30个字 然后有5列 所以行数就是5就对了 按一个确定 好那这样的话呢 就完成了这个 company的部分了 那下面就是送出 还有一个什么呢 重置 不过中间 移到中间之后 按空白键 把它分开来好了 这样看起来比较像分开 然后重新设定呢 就把它改成叫做重置 重置 确定 那这样的话呢 就完成company 把它存档 那因为呢 message跟company很像 尤其是下面这个部分 所以呢 我们的做法是这样 另存新档 可以把message怎么样 盖过去 这样会比较快一点 就是说呢 另存新档 然后把company 也做一个像message 就是说message就跟company一模一样 那现在不能存档 主要原因是因为message 现在是开着 要先把它关掉 才可以另存新档 好特别注意 这时候把它存 取代掉就对 那你会发现呢 company 跟message会长得一模一样 那我们可以有个做法是这样 把这个地方先 上面的表格怎么样呢 先把它选取 表格 删除储存格 先把它删除掉 按Enter之后的话 上面的地方 它要求我们怎么样 message上面呢 背景是一样的颜色嘛 然后呢 在网页内插入 04 07这张图 所以我把这张图 搬到这边来 然后接下来的话呢 它的高 所以点两下 高度就是指定高度 保持比例打勾取消 宽度要450 高度要100 题目里面要求的 然后呢 水平至中对齐 所以呢 我们就按确定 那至中对齐就是 把它直接 这个地方至中就好了 它就水平至中对齐 然后呢 图片下方制作一个 我们这个 让它隔开一点点好了 那如果说 像这个图 跟表格 那个距离现在太近嘛 我如果要隔开一点点的话呢 你可以按shift加Enter 这样就会 只有一行 如果你按Enter 就会太宽了 这里的话 你可以shift按住 再加一个Enter就可以了 shift加Enter 这个地方的话 shift加Enter 就会只隔一点点 那再来的话呢 里面就输入 有没有 客户名称 跟电子信箱 跟什么呢 最后我看一下 最后是您的意见 所以呢 这边需要改一个地方 叫做您的意见 所以把留言 delete掉 改成您的 您的意见 然后底下还要 还有一个地方 按钮不太一样 送出什么呢 意见 然后这个地方改成什么 清除意见 清除意见 好 这样的话呢 就把它存档 完工了 最后再检查一下看看 对不对 这个地方 这个是company 那上面这地方 好 那这样的话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就直接把它存档 存档之后呢 就完成这个网站了 好